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舞者见直播主Cube 因为鄙视BlackPink激素的发言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12月17号凌晨 这位直播主在与舞团团员分配BlackPink Part的时候 他对分配到激素Part的团员说了 很适合你,激素是Orgul Sagi Orgul Sagi是最近在网路上出现的新词 它是从Don Sagi演变出来的 那Don Sagi是什么呢? Don Sagi是指还不会自己控制大便的小孩 不小心拉裤子的小孩 或者是非常没出息的人的意思 而Orgul Sagi就是 除了脸,什么都不是的意思 虽然是在称赞脸很漂亮 但是是有鄙视的感觉 当然,这个发言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而因为指责的人越来越多 这位直播主也道歉了 有关BlackPink激素的发言 不是鄙视而是为了称赞而使用的 没有使用颜值成员这样正面的词 却选择了Orgul Sagi这种低俗的词 给观众们BlackPink激素 BlackPink粉丝们造成困扰的部分 真心的道歉 但是大部分网友们并没有想要接受他的道歉 这理由是因为 就在今天早上的直播中 也因为年纪大的警卫没有允许他们在那里拍摄 他就像观众们说了 警卫一直跟着我们很像跟踪狂 警卫跟在后面是因为他已经说了不能拍 但他们还是继续在拍 所以才会跟在后面的 应该是觉得我们真人很漂亮 穿着羽绒衣也看得出来身材超好 所以才会跟着我们的诗吧 因为在直播中也有很多观众们指责他们 结果他们就做了这种字之后表示 他们做错了 在语曲中就能感觉到没什么知识 警卫只是在做自己的本分 为什么要被你们当成是跟踪狂呢 然后 是什么样 活到现在第一次听到这么下流的话 不知道有鄙视的意思 笑死我了 真正不知道的人 都不会知道有这种心词的 狙击有人气的人后想要赚钱的手段吧 这样在论坛引起争议的话 就会有更多的人关心他 不喜欢寄属的人也会去抖内他 有做舞者的人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真不难想象 他会对着相对不是很漂亮的爱豆们 都说些什么样的话 这好像是在三星工厂工作的工人 正在骂三星总裁的感觉 对于这位直播主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喊我大学论坛引起热议的一个贴文 我是釜山大学非手术的变性人 我现在在学校的男生宿舍 跟男生宿友一起生活 洗澡或者上厕所也是跟男生一起 这让我在性别方面跟心理方面觉得很不舒服 每天进出男生宿舍 就感觉自己被否定了 如果你本人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但是让你去住异性的宿舍 不会觉得每天都很羞耻吗 我每天都会感到羞耻 在男生面前洗澡太可耻了 我想哭 我希望可以住女生宿舍 或者是男女共用的宿舍 因为我是非手术的变性人 所以洗澡问题我会另外考虑的 当然这个在学球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当今时代的制度 我想要找到机会跟我差不多的 在釜山大学学习的变性人 我认为如果变性人能联合起来提议的话 那么我们的建议被接受的可能性还会高一点 我想堂堂真正的提出建议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请不要留恶评 但是大部分的留言都是 最起码要动手术后再要求权力什么吧 可以在外面找房子住啊 为什么偏偏想要住宿舍 这种的 所以华语圈的大家觉得 这位学生的贴文怎么样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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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